2023年,解放军全年将下水八艘大舰,相当于整个英海军大区水面舰艇作战力量。 美国军方对此也发愁,解放军下脚的速度太快了。 哈喽,各位老铁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《迷彩虎》,我是虎妞。 即便是到了2023年,我国海军的舰艇建设速度仍旧处于高增速状态。 今年,我军驱逐舰的下水走河将超越英国海军全部的现役大型驱逐舰。 对于解放军海军快速接装新舰的速度,美国军方表达了相当的忧虑。 目前,根据各方面的开源消息能够确定的是,在我国的主要造船厂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军作战舰艇建设。 其中,港媒此前刚刚爆出了,我国大连造船厂五艘052DL大区在同一个船屋中下水和建造的详细照片。 只见去年还在船屋中进行分段河龙建造的五艘052DL大区,其中两艘今年已经进行了下水西装工作。 目前据称是今年的三月份,而船屋剩下的三艘,其中的两艘处于分段河龙的收尾阶段。 舰艇大致成型,剩下一艘052DL同样也是,但是舰手疑似并未安装完毕。 不过按照052DL大区的整体建造速度,实际上剩余的三艘预计会在今年年末全部进行下水测试。 除了大连造船厂,江南造船厂也是备受美美关注的重点。 根据港口照片可知,第四皮子的052DL大区,除了大连造船厂的五艘,江南造船厂也进行了五艘052DL大区的建造工作。 不过进度显然要比大连造船厂慢一些,只有一艘052DL大区在去年的12月底下水了一艘。 从建造进度分析,今年可能只有一艘052D大区下水, 剩余再建的四艘可能最快也得等到2024年年初,才能够完成建造工作进入下水西装阶段了。 总而言之,2023年全年解放军将会有六艘052DL大区下水,这个速度也算是足以傲视群雄了。 不过除了052D大区,还有新一批次的055大区。 据称055大区第二批次目前只发现两艘在建,但不排除有更多的055大区在建。 而这两艘055大区分别出现在大连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。 可见和052DL一样,第二批次的055大区也是分别由这两个船厂进行建造的。 而大连造船厂、江南造船厂各有一艘055大区,最快将在今年年末进行下水仪式。 所以保守顾忌,2023年解放军八艘巨舰将先后下水,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本年度世界最高纪录了。 因为今年全年放眼全世界,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艘大型吨舰下水,包括美国海军。 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驱逐舰今年没有一艘舰停下水,而中国将一次性就下水八艘巨舰。 有网友认为,这个下水数量相当于英国海军驱逐舰舰队总吨位了。 因为现在,英国海军全军就只有六艘7400吨级的45型驱逐舰。 而中国海军今年下水的八艘052D-055大区,无论是吨位还是数量,都超越了这个新日的海上八柱。 八艘052D-055大区,河界吨位有7万吨,垂发608个。 而英军6艘45只有4.4万吨满排,垂发总数更是只有288个。 对此美军显然是绷不住了,因为按照美国海军目前舰停建造速度, 根本赶不上中国海军了。 比如说现在,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建设还剩下阿里伯克级大区, 计划建造的舰艇15艘,目前只有6艘大区在建。 而在剩余的9艘阿里伯克级大区建造完成后, 美军就要等到下一代的DDG大区的建设了。 这款大区还被爆料是抄起了055大区的部分设计, 性能不如055,而且按计划要等到2030年才能形成战斗力。 到那个时候,解放军的第三、第四批次的055改进型大区, 也差不多坚称服役了。 052D的后继型号怕不是也已经大量生产了? 所以说,美军现在的驱逐舰建造和计划, 对比解放军,那真的是一步赶不上,步步赶不上啊。 不过有意思的是,美军现在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有着充足的认识, 被网友嘲讽为中美关系的压仓石。 因为和美国只会嘴炮反话的政客相比, 他们对于中国军力发展的情况认知最全面。 现在,美国的内众外交都很难说服美军, 支持全面打击中国。 美军心里也明白, 这种行为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和代价, 甚至还会导致整个美国跌落霸权深坦。 所以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越有成效, 对于整个美国的威慑能力就会越大。 这样,美国就更不敢在中国家门口轻举妄斗。